千佛山福会寺举办一连七天的凉黄宝灿法会 美农千佛山福会寺从11月26日一连七天举行凉黄宝灿 并在12月2日举行于且宴口诗时 今天的这个法会的活动是美农千佛山福会寺 我们从11月25号到12月2号举办的凉黄祈福宴口诗时法会 在美农地区算是比较相亲菩萨们比较没有参与的活动 我们希望能够借由凉黄宝灿诗卷的灿文的行仪 让所有的相亲菩萨能够在学习的路上有更知道依旨的方向 例如忏悔在佛门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个检讨悔过的一个行仪 那当然人我们的惯性思维我们的很多的行为举止 言谈都会有偏差 所以透过这个诗卷的颤文里面也让我们更认识到 生活中我们要怎么就好好修正自己 所以从今天开始的开颤我们就一直延续到12月2号 最后有实时的厌口 那也希望能够跟法界的众生结下更深层的回向功德 若巧法师开世 众生在世 言行举止难免会有偏差 透过梁黄宝灿识卷的灿文 获得行为的医旨 并好好地修正自我 时放新闻黄慧如许建议 高雄采访报导